到了美国,你又花了三四年,重新又写了,一共是二十万字,是吧? 二十八万字,二十八万字,这很了不起的,我们在里面有谁写过二十八万字的吗? 没有啊,眼睛你也没写过吧? 眼睛小说家,还有加州玫瑰啊,加州玫瑰,加州玫瑰你也没写过二十八万字吧? 没有,OK,那你专业作家,那么你删除以后,历史词 二十四年重新写过,可见你在那个姐姐这本书上面,你倾注了大量的感情 那么这篇长篇对你二十年的创作生涯意味着什么?这非常重要,很想听听你的感受 这个,这个我要细细讲来 因为我在国内写这个姐姐的时候,是我差不多构思了有二十年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会写到姐姐这本书 然后写姐姐的时候,我当时生活在寒州 然后之后有很多的女朋友会一起聊文学 我跟她们聊过很多细节 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后来,你们读过姐姐的话可以看到 那个姐姐在书中寻找她的救命恩人的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个人大致的读过小说 读过小说举手 读过小说举手 老婆,你没读过? 你读了? 没关系 但这个细节是取自于我自己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真实的细节 因为当我开始写姐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渴望找到我 是命中的一个救命恩人 因为当我七岁的时候 我母亲就是男方女人每天下午的时候要五岁 她五岁的时候就不许我们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因为小孩子就经历比较万圣 即便坦在船上也即使是睡不着的 然后我有一个比我大了三四岁的姐姐 但那天就把我带出家门 然后我们一走就走到水库边 因为南方的夏天特别热 指乎所有人都有五岁的习惯 指乎都有五岁的习惯 然后整个外面指乎没有任何人 然后我姐姐就叫我下水 因为她个子比我高 她就走到水库比较远的地方 我从小就比较胆小 我就在水库边啪啦啪啦在那里玩 我姐姐就说 你下来你下来 然后我就占了胆 就往前走了脸部 不小心就滑到水库 深处去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印象特别清晰 就非常恐惧 我就拼命地挣扎 然后拼命地用双手 就希望能够把水泼开呼吸 但是其实挣扎了没有 一两分钟就非常疲惫了 我觉得那种疲惫 其实大了以后你就知道 可能就是因为身体缺氧 你有一种想睡想睡觉的感觉 就这种想睡觉的感觉 甚至让你忘记了那种挣扎的恐惧 可是我非常清晰地知道 我当时在水底下 我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那个夏天 非常自乐的阳光打在水面上 然后那个水面透过水 那个阳光透过水面就 照在我的眼睛里 我当时就在七岁的时候 我就想 哇 我可能再也救到这个阳光了 就迷迷噔噔 好像其实已经有点昏迷过去了 猛的一下午 我就感觉我的小屁股被 就拖到水面上 我就喘了一大口气 我当时在想 哎呀 我回来了 我活过来了 但是很疲惫 我就趴在那个水库旁边 一直在吐水 因为喝了很多很多水 然后那个男的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 我姐姐就从对岸跑过来 待在我的身边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就从此再也没见到 救我上来的这个男子 然后我成年的时候 但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不能找过他 但找了很久 没找到 然后写这个姐姐的时候 我内心又 强烈的有一种想要找到他的欲望 然后我就跟周围的朋友 女朋友们说 我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寻找这个男子 然后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他们就说 哎呀 你 那么多年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他万一 就是净款非常糟糕的话 那他 你会不会担心 他会 他会缠着你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但是我非常轻视的一个念头 就是 我知道 他假如那一天 不把我从水里拖出来的话 我就没有今天 我之后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 我感受到的 我感受到的爱 我感受到的伤害 我在这人世界所有走过的一切 我都不可能存在 我所有的经验也都不可能存在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可能就死掉了 我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念头 就是想跟他修身谢谢 带着他的面 然后 就是我要来美国的 我是二月份 一四年的二月份来到美国 然后我回老家 跟我爸爸妈妈过年 带着我的女儿 我回老家那一天 有个朋友跟我说 找到了他 然后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 我当时拿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码的时候 我内心还是非常紧张的 我就是 我 我还清晰的记得我给他发一条短信 短信是这样写的 我说 我说你可能已经忘记我了 但是我一直都记得你 我说我一直记得你 把我从水库里拖上来的那一山 那一山蛇 我说我希望能够 就是去拜访你跟你说声谢谢 然后我就在等着那个短信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其实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 然后三分钟以后我收到他的回信 我一直都记得他的回信 还有我读了以后 特别感慨 我现在闲起来都还是很感慨 他就说 非常感谢你记得 但是我相信谁都会这么做 然后快过年了 大家都很满 不用麻烦来看我了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我那个晚上就在想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偏见的 因为可能有些时候 人站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不同的状态里面 他去 他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去猜测你未知的一个人 以及你没有碰触过的那个人 包括周围当时反对我去找这个 找这个恩人的周围的一些生意 所以我第二天还是很 就是还是很世俗的去山厂 买了一些环境首饰 然后带着红包去看他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更加让我内心有一种感恩的东西 因为他真是颇素的坐在那里 姐夫也不会问你从哪里来 你做什么工作 你以后要去哪里 我就一直想跟他交流 但他是那种真的 我觉得男方很多男子都是这样的 特别朴素 也不跟别人攀远 就是安静的过自己的日子 很年轻的时候出门打工 就是娶妻生子 也没有 也不是特别在乎 我一定要跟你怎么怎么样 后来解决不了礼物 但是我还是 就是非常强硬的留下了我的礼物 我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希望你以后有任何事情可以找我 我说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然后过了半个月以后 我带着我的女儿来到美国 我当时选择在纽约的一个 因为我没有在小镇里 真正在小镇里生活过 所以我就住在纽约 靠近纽约的一个小镇叫 悲伞 我当时在那里生活有一年 那一年时间 因为我们想象中的异国的生活 可能很简单 但你生至其中的时候 完全的那种巨大的不适应感扑面而来 我无数次的试图想重新写解决 但是我根本找不到那种心境以及语调 我每一个字打下去 每一句话敲下去 我都自我怀疑不够准确 因为心境完全不同 换了一个环境 所以我就大量的 因为我当时住的公寓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我每天就是除了 因为我一直 我做了二十几年的投资 我每天看国际的新闻 看一下股票 然后看 我就几乎每天有三四个小时 在那个公园里面 做漫长的散步 公园也几乎没什么了 然后我就听着我自己的脚步声 我就突然 哎呀就 在脚步声里面 你曾经以望的那些细节 你曾经以望的那些故事 都会很清晰的回来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灭孔 那些女性的灭孔 这些女性的灭孔 其实也包括我的外婆 也包括我的奶奶 也包括跟我一起 就是走了四十多年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 时代背景下面 一起成长的女性 她们不同的面语 以及不同的表情 以及不同的那种 想要叙述的东西 就这样的女性的脸 就随着我的散步 就一点一点的清晰起来 然后一年以后 我从那个小镇班到麦哈顿 然后完全的 慢慢的进入了环境以后 我突然觉得 我可能可以重新坐下来写了 但是这一年半之后 重新坐下来写的时候 我发现 我在国内的三四万子 已经完全 完全不在一个语境里面 所以我就重新删掉 重新开始写这个姐姐 那这样的一个姐姐 可能是因为隔了距离 你在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语言环境里面 不同的一个 就是你再去回望 你过去的一个生活 你会看到那些女性身上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从 至少我 我从小是在男争女卑 而且男权社会比较 就男权比较厉害的 因为南方 浙江的南方 很多地方 特别重男轻女 就这样的环境里面 长大的女性 有很多 很多女性的悲剧 有很多 就是那些女性 其实依旧生活在 以及挣扎在 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努力想呈现自己 想用自己 柔弄的东西去改变自己的 但在一个巨大的环境里面 这种改变也是特别艰难的 所以 我是想在这个小说里面写到 女性的这种 勒论以至 皆论以至 我把这个 我救我上来的这个救命恩人的 我对他的这份深厚的情感 就像一束观一样 我写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那束观 打在我的额头上 就像当时我快死去的时候 我快晕过去的时候 我在水底遇到了那一束观 所以这道观 以及这些众多的女性 构成了这个小说 比较核心的一部分 当时 当时我第一稿洗完的时候 差不多十七万字 你是不是准备把下面的 一块钱都压掉 I'm sorry 因为你要问我的那个深刻性 我一下子 因为这个小说对我来说 想得很好 继续 这个小说对我来说 真的是生命中 付出很大情感的 因为第一稿完成的时候 我给了出版社和杂志社 他们都接受了 立马切了冤 但是我 我觉得 我睡了指教以后 我又拿回来 我说请允许我再花一年时间改 我第二稿改完的时候 变成三十五万字 我还想改 所以我真正交出去的时候 正稿是二十八万字 但是我每天坦在船上的时候 我都觉得它某些地方不够完美 所以我继续改继续改 然后那个文本都要下印刷产了 那个出版社的逼迹说 我求你别改了 我之所以 可能因为我生活在美国 这五年里 给了我一个完全 纯粹的想去写一本 把一本小说写好的欲望 我觉得我所有的情感 放在这些人物里面 更多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打断一下 你的姐姐是不是你的关门直作 就是说你准备用毕生的精力 继续把它完善 我觉得我所有付出的这些努力 最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读者 至少不会觉得翻完这本书以后 都会浪费他的时间 那我问你一下 在你二十年的经历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题目 就是说你姐姐的那个 姐姐的那个价值和姐姐的意义 在你的二十年写作生涯当中 是最重要的 听下来 对不对 目前为止 这本书是我最大情感的 ok 那很好 那么 我们现在下面继续围绕那个女性作家 对吧 女性作家的题目 2012年9月 英国那个伯克奖的获得者 贝勒特到上海 和那个王安逸做了个对话 他就谈了一些观点 关于女性作家的观点 他和王安逸有点不同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 好的女性作家 首先是一个好的作家 首先是一个好的作家 没有性别的 然后再是女性作家 他认为英国有一个奖 叫橘子奖 是专门颁发给女性作家的 他认为这个女性作家 他这个奖呢 并不带有保护意味 而是带有歧视意味 他个人拿的是伯克奖 伯克奖实际相当于普利策奖 那么他自己认为呢 他最希望他的小说 首先是好小说 第二是好作家 然后再谈女性作家 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你同意不同意 拜托特的观点 还是你认为女性作家是高于好作家 还是好作家 应该是最主要的前提 那么就是谈谈你的笔下 就是所谓的女性 你作为女性作家 一个好的作家 好的女性作家 怎么对待你的笔下的笔性 女性 这个题目能不能谈一下 我觉得我同年的时候 因为我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环境里长大 我同年的时候 我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就是 我首先把我自己当成人 我不去分别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首先我是个人 但我努力写作的时候 我首先要做的是 我坐在凳子上 安静的把我所有的小说的人物 用我的能力写出来 那关于女性作家 或者高于男性或者怎样 我觉得这完全是评论界的一个 一个话题或者他们要说的东西 因为作为一个作家 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的作品做好 我不想去谈论男性或者女性这个问题 他实际上讲到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你如何看待你笔下的女性 不过你刚刚已经谈过了 就是第一个题目已经谈过了 这个题目可以基本上是重复的不谈了 那么我们知道你是南方人在荣有长大 故乡的人物风情 在你的小说里一再出现 你的姐姐也是古镇 胡镇为背景 那么这个胡镇是真实的背景吗 是真实的胡镇吗 为什么你要用一个真实的胡镇 来写你的小说的背景 因为我当时处在异乡 我一个人带着女儿 因为我是单身妈妈 我个人带着女儿在美国自己 灭对所有生活中的一切 那我把一个所有我内心世界的人物 放在一个我熟悉的名字的一个小镇里面 这个小镇其实是我虚构出来的小镇 但因为这个名字 拉近了我跟故乡的距离 因为这种情感的距离 让我处理我的人物的时候 内心会有一种更加贴切的感觉 因为写作的时候更重要的就是 你跟人物的关系 是不是这个人物 能够很自如的在你的世界里面行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小镇的原因是因为 为什么放在小镇里面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 一直中国的文化 一直是由小镇文化构成的 包括上海一切也是个小镇 那小镇它 列着乡村 它更列着大都市 那小镇里面的传统文化 它有它的好的音乐 也有它不好的音乐 这种不好的音乐 可能影响着小镇人的包容 一起开放 但是因为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女性 一般都有小镇的经验 或者外婆外婆在小镇里 或者亲戚在小镇里 那从小镇里出来的这样的女性 因为中国的体制 户籍制度 在没有改革开放之前 这个户籍制度决定了 一个人生在哪里 你就困在哪里 但是除非你 后来有了高考你考出去 但是幸运的是 因为后来有了改革开放 所有的女性假如没有考出去的话 你还有能力 出去打工 出去做生意 这样子 所以小镇的女性 以及姐姐的经历 我相信是 几千万这样的一个女性 经历着这个时代的温度的一个个体 我觉得你是有感而发的 胡震对你的影响实在太大 所以你就用胡震真实的情况来写 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故事 肯定的 你没有 不可能不加其他的故事 我是不是肯定了 我就不用变成了 对不起 那个 稍微就是 有点 extension 坐在台下的观众当中 可能有很多人读过姐姐 也可能有人没有读过 那么 你姐姐当中写了大量的人物 你自己对哪些人物最感兴趣 或者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我相信我对里面的姐姐是投入最大的感情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配角我非常喜欢 这个在国内的评论界有好多人提到这个配角 就是小镇里的一个完汉 好完汉 好像糯米很赞成是吧 完汉很有戏 因为这个完汉 我觉得是小镇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与世无争 他做事情有原则有规矩 他的混沌铺 每天卖一百万 卖掉就收摊 过自己想过的安宁的生活 这别谢展来了也会排队 因为他要做的就是 我把混沌卖给你 你把 你把钱给我 他在他爷爷没有权利的概念 他也不细意去关注权利这个概念 也没有什么 因为他是按规矩形式 但是他又有 其实很 我印象中的很多小镇的老人 阅读很多 他就是一个喜欢阅读 规规矩矩做一份本分的职业 我觉得完汉的最后的死 其实就是担惊社会小镇文化的一个消灭 其实完汉的死就是小镇文化 小镇内处深处的那种文化脉搏的一种段消失 对 你那个王汉我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在所有的姐姐里面男性当中 我觉得王汉最有戏 最有骨肉 最有血肉 而且最有浪漫情感 还有一段那个抱着姐姐的妈妈 有一段那种控制不住的情感 我对不起 没有这段 他跟妈妈的关系 永远都是克制和解制 不是不是不是 是抱姐姐的那个 是抱姐姐的吗 抱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这个世界 我看到了吗 不不不你看到谁啊 是抱谁呢 反正抱一点 是一个邻居想跟妈妈在一起 但妈妈是用她的行为方式教育她的女儿 她是想用这个方式 女人有些时候在婚姻里面 有些时候会疲惫